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中国一共有150多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 中央纪委的打虎队已经打遍了全国31个省份 截止到目前有20多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 这组数字我们可以预见在2016年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那么第二个判断是随着落马高官审判纪的这样一个到来 那么在2016年由于法律规定的实现的 那么仍然会有一批已经落马的高官进入审判台 接受审判 那么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 那么在反腐败法制化这个层面会有哪些新的制度出台 会有哪些新的成果 与这个国际接轨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中央纪委多次提到的这个四种形态 在直纪审查方面的四种形态 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被送上审判台 移送司法 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三种形态 那么通过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关注 我们也可以判断就是在2016年 那么其他的形态的这种直纪处理的方式也会更多 我想这是我对2016年中国反腐败工作的三个趋势性的一个判断 那么同样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我们的代表和委员 特别是出自法学界或者法律实务界的这些人士 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提案和议案来关注中国的反腐败建设